这里是恶斗带你看电影 我是恶斗 今天介绍影史上最为人熟知的经典恐怖片 闪灵 根据死定分金的同名小说改编 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20年代 拦主的老爸杰克是个不得知的作家 靠写小说赚的那点微薄收入 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三口 于是老爸去应聘一家度假酒店 冬季管理员的职位 这间望远酒店身处崇山之间 一到冬天就大雪封山就只能卸业了 需要一名看守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 工作倒是不难 酒店经理说了 难的是在这与世隔绝的酒店待五个月 仍容易憋出问题 实不相瞒 曾经这里的前任管理员就患上了幽闭恐惧症 用斧子砍死了老婆和两个女儿 然后自杀了 而且还不是简简单单的砍死 是一块一块的 你得明白 老爸现在面临的窘境 根本就没得选 这都不叫个事 正好自己是个宅男作家 需要安静的环境写作 而且这么有趣的故事 相信喜欢看恐怖片的妻子和孩子 会非常的兴奋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录去了呗 我们的男主 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拥有一种叫做闪灵的超能力 他可以预知未来 又能进行心灵通话 这一步 在家就感觉到老爸会应聘成功 话音刚落 报喜的电话就来了 不过闪灵在一旁悄悄告诉小男主 不要去 追问之下 酒店电梯鲜血方滚的画面 突然映入脑海 两个女孩对着男主诡异的微笑 似乎他们就是被前任管理员杀死的两个女儿了 小男主是下了不清 一家三口举家迁移 长途跋涉的抵达了酒店 老爸和经理交接起来工作 厨师长老黑带着老妈和小男主参观起来 顺便竟然用闪灵能力问男主吃不吃冰淇淋 原来老黑一样拥有超能力 他一眼就看出来男主也有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有闪灵能力 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闪灵除了可以心灵对话 预知未来以外 还能看到亡灵 这个酒店之前就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也许正是如此才让男主感到不安 接着老黑千叮嘱万警告 千万不要靠近237号房间 离得越远越好 显然237号房间肯定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 交代完之后一家人就住了下来 其他人全部撤离 空无人烟的酒店随意玩耍不要太爽 男主骑着小蒜子尽情的飙车 冥冥之中在一间房停了下来 一抬头正好是237号房 人嘛总有点好奇心的 尝试着打开看看 却发现锁着 想起之前对双胞胎 挺吓人的也就放上去了 老爸深夜还在写小说 原本老妈过去提醒他 马上恶劣天气了就要下雪了 被以打断思路为由给痛批了一顿 看来这个老爸已经有点焦躁了 果然暴风雪如期而至 这些大雪覆盖了整个山脉 为了让老爸安心写作 老妈就担负起了检查设备的工作了 电话坏了 到明天春天才有人来修 简单说跟外界基本就没了联系 只有无线电 可以跟森林警察那边报个平安什么的 还好有个说话的 不至于太孤独 但老爸那边自己把自己顾虑起来 迟早要出事 这天 小男主又在走廊瞎晃 突然镜头出现了那对双胞胎 叫着让男主永远一起玩耍 伴随着血淋淋的场景 男主吓得不清了 回房间拿玩具 发现老爸也没在写小说 呆呆的坐在床边 似乎有些异常 父子俩坐在床边聊了一会儿 其实男主一直都有不好的预感 穿穿歪威的询问老爸会不会伤害自己 得到答案当然是不会了 而且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的生活在这里 你这么说好像很有问题啊 几天后 小男主正在玩汽车模型 突然一个棒球滚到了眼前 一抬头 竟然发现237号房的门被钥匙打开了 谁开了呢 猎手猎脚的走进去看看 另一边 老爸在大厅呢 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 老妈赶紧过去 原来啊 他做了个噩梦 梦见自己把老婆和孩子啊 都杀了 老妈只得安慰他 此时小男主颤悠悠的走了过来 脖子上竟然有几道掐痕 联想到 丈夫以前有一次喝酒发疯 差点把孩子的胳膊给领断的事 而且这里也不可能有其他人 难道说老爸又动手了 心疼的抱着儿子 两个人一脸怒气的离开 这老爸被骂了一脸懵逼 心情是极多的郁闷 来了吧台想喝一杯 他已经借酒好几个月了 此时很不爽 根本就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酒店早就把吧台收拾的干干净净 恍惚中 眼前居然出现了一名酒保 后面满是各种酒瓶 这酒保估计就是这酒店的亡魂之一了 这酒保呢 不仅给他倒上酒 还可以不用现金 直接就收上就可以了 那还有什么顾虑啊 喝就完事了嘛 这个时候老妈哭着跑了过来 言语中 好像是小蓝主跟他说了 237号房间有个疯女人 就是他掐的 让老爸赶紧过去看一看 说好的没人 怎么还藏了个疯女人 老爸来到237号房 只见浴室里 一个年轻貌美的裸女 还比较主动 此情此景又是喝了点酒 老爸了 接受得住啊 情不自禁的与裸女拥吻起来 但是透过眼前的镜子 老爸发现自己抱着的 竟然是个腐烂的老太婆 尸体 似乎是曾经在这里 死掉的房客之一 吓得赶紧逃了出去 另一边 拥有闪灵能力的老黑 感受到了小蓝主的灵力 想打电话联系 可惜电话线早就断了 又去联系森林警察 看看那边能不能用无线电 能确认一下安全 老爸呢 晃悠悠的回到房间 自知做了亏心事 而且也不愿意气而离开 之前他都说了要云外聊在这 所以撒谎 237号房间什么都没有 老妈才不信 这里肯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咱们现在就带着孩子离开酒店 蓝主一听就火了 他失败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 绝对不能走 他现在就是执着的要留下 也许精神早就被鬼魂给蛊惑了 走在走廊上 此时传来歌舞的音乐声 走进舞厅一看 不得了 这里是热闹非凡 估计都是亡魂 但老爸已经鬼魅心窍了 老爸分得清楚现实 又要来上一杯 这次直接有人请客 敞开的喝吧 老爸嗨屁的跳起来 正巧过来个服务员 一果汁扫在他身上 没办法 两人只能去卫生间清理一番 闲谈中 好像这位服务员的名字 就是之前酒店经理说的 把自己妻儿都杀死的 那个前任看守员啊 老爸旁敲侧击的询问 到底是不是 算了 你不承认我也知道是你 照片我都看过了 服务员眼看瞒不住 也就坦白了 现在你儿子正在用闪铃 跟外界联系 你要好好教育教育啊 当年他就是及时纠正了 妻女的行为 不让其影响了自己的事业 等等一番话 说的是极具蛊惑性 直接就让老爸给圈住了 另一边 老妈呢 还是想去找老爸 聊聊离开这个事 结果他看到 打字机里面写的字 吓了一跳 上面写着 只工作不玩耍 聪明孩子也变傻 似乎是怂恿老爸 闹声啊 旁边的稿子 全都是这一句话 显然老爸早就已经 陷入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正好出现在后面 言语中 不断的斥责老妈呀 想破坏他的工作 让他无法好好的 履行职责 似乎把自己 一直以来的失败 全都归咎到老妈身上 渐渐面目猙獰的 靠近老妈 就在激动之下 老妈一球棍 将他砸晕过去 然后拖到楼下的 储物间锁起来 但是能唯一出去的铲车 早就被发疯的老爸 给破坏了 从昏迷中醒来 老爸被前任看守员的 鬼魂给放了出来 并蛊惑 一定要完成任务 另一边的小蓝主 似乎又感受到了 闪铃的预告 在门上写下 反过来的谋杀字样 突然老爸就拿着斧头 开始破门了 老妈呢 赶紧逃到厕所 打开窗子 放蓝主出去 但窗口太小 自己根本挤不出去 只好拿着刀 躲在门后 老爸呢又开始批门了 就在破门之后 正要开门 手被花了一刀 此时传来引擎声 厨师老黑啊 真是个热心肠 不远千里 还是赶了过来 看看蓝主是否安全 哪知道一进门 就被藏在暗处的老爸 给一斧头劈死 现在他的矛头 是直接又奔向了蓝主去了 老妈呢 赶紧出来想救人 一路看到酒店 各种奇奇怪怪的 房客的鬼魂 显然这三个人 应该是都有闪铃能力的 小蓝主一头扎入了酒店门口的迷宫 老爸紧随而入 但是雪地里有脚印 小蓝主也聪明 倒着走了几步 然后将脚印掩盖 就躲在了旁边 最终趁机逃出了迷宫 跟老妈会合 此时老黑开来的车 正好能用 两人直接上了车 头也不回的 离开了这个恐怖的地方 而在迷宫的老爸 根本就找不到出路 最终冻死在里面 最后的最后 酒店的员工合影里 老爸赫然的出现在内 显然他也成了 困在这里的怨魂之一了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是有两个背景的 第一 这个酒店就是建立在 印第安人坟墓之上的 当年的美国人 是真的弄死了不少印第安人的 这些怨魂的埋尸之地 必然是受到了诅咒 第二个 也就是蓝主老爸口中所说的 之前有一群开拓者 在丛林里迷路了 饥寒交迫之下 发生的人像石的惨剧 在这两个背景之下 远望酒店 似乎就成了一个怨魂的聚集地了 有些人肯定也有点好奇 237号房间到底是谁打开的大门呢 导演其实已经暗示的很清楚了 小球滚向蓝主 这个球呢 在之前就是他老爸闲来无事 认着玩的 又是特写钥匙打开房门的镜头 这里除了看管员 谁还能有钥匙吗 那铁了就是他老爸呀 但是电影对比小说肯定是不可能长篇大论的 精简之下必然有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 正巧呢 这些给观众了无限狭暗 再加上导演库里克精湛的视听手法 说实话 听得我都焦躁不安 大大加强了对剧情的恐惧感 再加上酒店这一群亡魂本来就诡异的设定 如果是我小时候还真的是会被吓到啊 不过现在什么诡异设计还没看过 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是俄斗 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者 浓缩电影精华 又不失他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